Hello,大家好,我是惠家智,Gigi Gigi今天來到龍江河澳站A出口這個位置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樓盤 都同樣這麼正的,性價比超高的 叫做什麼呢?等等,我們先看看 這個位置,黃色的棟樓宇,四層高的 這個就是純住宅 它是4米2的服飾 那個壺形是33平方,2房,60樓平方,3房 一個100萬到220萬之間 就可以買到一個純住宅 還是大精裝,還是大傢伙 這個是一個純住宅 同樣是可以正常的一個首期兩成 可以按揭可以上會 包括這邊都是很多商業開了 可以見到這棟都是茶餐廳 我們都見到,藥房 包括我們現在買的樓宇是現樓 所以下面的箱子全部開滿了 箱子開滿了,買什麼? 買汽車的,基本上都是汽車的 4S店 所以這個地鐵是非常方便的 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了 那麼我們河澳站 下一個站就是大運站 大運站 就是一個站的地鐵 就可以去到大運站 就很多商業大型的商場 就可以買到的了 想大運中轉到14號線 回到我們羅湖 也都相當方便的 最重要是這個河澳站 但是A7號走到我們屋苑 只需要一百米都不到的一個距離 真真正的地鐵口純住宅 這麼便宜的價格 是龍哥找不到第二個單位的了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去看看 它現在買的是一個究竟是怎樣的戶型 好嗎?我們稍後見 那麼現在珠子就進入了我們瘦羅布的內籠了 那麼現在就珠子跟大家講解一下我們的地裡位置和它的產品 首先我們講一下一個地裡位置先吧 我激功不所致就是我們的小區的位置下 叫柏金虎的這個樓宇 它是位於哪裡呢? 位於我們龍江大道的主貫道大路邊的 那麼我們的門口屋苑 一百米就有一個河澳的製設站 河澳站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河澳站 它也是比較近我們的大站 好像外亂、吉祥、龍城廣場、永湖、雄江、布吉 那麼去我們布吉就一、二、三個站就可以轉到的了 非常之快的 最重要就是它這裡有很多學校 可以看到那些比較值錢的 因為它屬於龍江非常之中心的位置 還有這個租邊也是賣到五萬松少少的一個價格 我們才賣三萬元出頭的一個價格 一個性價比在這個位置 還有是現樓來的 大精裝 這個是它的一個特點 那麼除了這個就是地裡位置大概就是這樣 屬於我們龍江區的一個河澳的中心區 那麼再回到我們這個樓宇 這個樓宇它就比較特別 它跟普通的一個住宅的模式不同 我們看到普通住宅可能有幾十層高 它這個就比較低密度的 有些像我們以前那些別墅小洋房的一個叫做一個格局 分A座和B座的 那麼現在我們賣的就是Buy座 它總共是有四層高的 四層高的 那麼四升級的 四升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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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將近三十伙的 但是雖然它是一個公寓形的一個形式 但是它是純住宅的用地來的 那麼它在2001年就披了地了 當時披了地的指標 就不可以起到二十幾三十層 那麼我相信它去到二十幾三十層高 那麼買多些它還可以賺多些錢 但是當時的指標就不可以起那麼高的 所以它在一個四層住起來 第一它小高層有什麼好處呢? 舒適度高 第二密度低 那麼不會住的人非常之多 那麼就不會形成很多囚集人口 還有這個地點它是因為又是設置了一個 最尾二的層高 所以相當於買一層送一層 這樣是Lavato的服飾來的 那麼據我所知它在33平方就做到兩房的 那麼66平方就做到三房 但是它三房的那隻戶型 我覺得相當之喜歡的 它的腦袋帶到打籃球也可以 還有它一樓又是有房間那些的 就如果我們年紀大了些 不想爬樓梯的話 我們住一樓都OK的 那麼讓那些年輕人住回二樓 還有兩個房間都OK的 最重要它這裡的價單就比較抵買的 性價比高 那麼三十元出頭就可以買到 整裝修的屋苑 動物又是現樓還要去住宅的 那麼它的一個總價去到多少錢呢? 三十三平方兩房就預算一球左右 一百萬左右 那麼如果是那套三房的 就二百二十萬左右就可以買到 同樣是可以上會可以做按揭的 首庫同樣可以做到最低的兩成的 因為它是住宅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高架橋 就不是什麼高鐵或者之類的 是我們這個豪澳站的地鐵站 就在我們屋苑的斜對面 一百米就可以搭到我們的地鐵了 真真正正一個地鐵口的物業 純住宅 我相信在龍江整個區域 找回這麼便宜的一個住宅 就是一球到兩球之間的 買到兩房到三房大精宗的現樓 除了這個柏金虎 我都找不到第二個了 有利有利的 那利可能就是花園不夠大 不夠震撼 但是利是多於利的 價錢便宜 戶型漂亮 市正 地理位置OK 就是地鐵口物業 純住宅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不說那麼多了 現在立刻 純住宅上回我們三樓的示範單位 和膠標都拍給大家看看 我們待會見 現在純住宅上來我們這個實體單位 它總共有四層樓 這個叫做複式小陽樓 雙駐都可以的 但是它的地是住宅聖積的地下 屬於哪個位置呢 現在我在33平方的露台 33平方的露台很大 層高呢 是超高的層高 這裏是我們的龍江的主管道 我們的龍江大道 右邊有一個站 就是我們的河澳站 這個地鐵口 這個位置 是指字 這個位置走過去 100米都不用 是我們的地鐵口 這也是屬於我們的地鐵口物業 我們都看到了 這一排過去都是看到我們的洋樓 即是我們的商品房 這邊沒有工業區 任何區域 為何這個樓只有四層那麼高 是因為它當時批地比較早 01年批地 當時的指標 不可以起那麼高 所以它是多四層的 不過還有五十多年的 五十多年之後 再補少少地價 又可以補多70年了 是的 好了 說回自己的奴隱 今天這些都是精裝修膠腦 還帶著家具 家電 全部都有 拿包可以入住 這個腦腿 我覺得相當之大 這個開根 由我這個位置到 實驗室的位置 是有三米半的 33方開了三米半的大腦 一米六成 三米半的一個大腦 我覺得可以的 我們繼續去看看 這個蟲高 你說是小的 你說頂頭是不會的 不會頂頭的 由這個位置到那個位置 看電視的位置 是三米半的位置 獨立露台 很棒 這裏是我們巴台式的一個餐廳位 這裏是我們的廚房位 這裏是可以用 它是住宅 實際上可以用我們的門 這裏是我們的廁所 沒有看到它的壺形 小小的 33個方 但是它是一個五藏俱潛的屋苑 這裏有一個洗手盆 馬桶 洗澡位可能比較少 這裏是洗澡的 這裏是它的缺點 這個壺形的缺點 就是黑廁 而且廁所很小 但是它的樓上也很帥 我們先關門 從這裏上去 我們先看看 二樓的樓上有兩個房間 我們繼續看看 首先看看第一個房間 這個是我們的兒童房 同樣是有名窗 不會說房間沒有彩光 不通風 是不會的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休息的房間 我們再看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也算是大大廈的 有個名窗 可以放個書桌 放個衣櫃 這樣睡覺都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 它在這裏便便宜 這個地鐵站 因為這個位置 都是買到一個五萬多一平方 這個就是220萬就有交易了 買個兩房到三房的一個純住宅 最重要買個地禮位置 還有大精裝、大前屋、家居、家居、家電 拿去入住 這個是可以正常按揭的 賞會首期兩成 按30年都沒問題的 因為是純住宅 還有一個是66平方的三房 現在我們就過去看看這個三房 待會再一起跟大家講解 我們不用關機 我們繼續走過去 這就出門 好,OK 出來這個位置 我們的311就是我們的66方 同樣的入門位置 OK 舒服 進來這裏便稍微舒服一點 嗯 餐廳有獨立的 有一個獨立的鞋櫃位 包括我們這裏還有一個 儲物的樓梯的一個角落仔 過來這邊 就是我們的客廳 客廳真的大 這個66方不單是做三房 這個廳有一個三尾八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都是同樣有獨立的 我們的露台 獨立的露台 OK 舒服 好正 看回這個景觀 都是沒有遮蓋的 非常好的一個視野 好了 一樓呢 同樣都是露台 大廳 有個中空 做多個中空 這個格局我比較喜歡 剛才的衣服 我覺得小了一點 哈哈 這裡是我們一樓 一樓呢 獨立的洗手盆的一個位置 即是擦牙洗臉的地方 那裡面呢 可以做什麼呢 這個廁所就可以了 這裡就是馬桶位 放一些洗手用品 這裡是我們的洗澡位 這個廁所是可以的 這裡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是一個L型的 同樣是通天然氣的 OK的 天然氣 有一個托門 交流的時候也是一用L型的廚房 洗手盆 吊櫃 外面呢 有一個很大的 叫做什麼呢 生活露台 登登 生活露台 這裡又是一個房間來的 房間可以出露台的 這個圍我覺得 我很喜歡 因為這個面積也不是很大 66方 這個三房呢 都是20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 剛才那個兩房 33平方 就是100萬樓下可以有交易 這個就是200萬 鬆一點點 這個房間可以 這裡有一個書桌 這裡有一個床 一個優式的 床你可以自己買回 正常買一層的床也可以 好 這個可以 因為這個房間完全夠大 一個一樓的客戶 記住這個66方就是220萬 33方那個就是 100萬樓下有交易 我們繼續看看 你看看 登登 嗨 我在這裡做什麼 左 還是右 今晚吵架的時候 我就叫他睡右邊 不吵架就一起睡左邊 現在首先看看右邊 剛剛右邊 我們叫做第二個房間 同樣有窗的 就看看我們外面的露台 和客廳的位置 這個房間可以的 不會說很穩 或者什麼 這裡可以獨立的 一個放置儲物的地方 這個床 不會說額頭 這樣 OK 我們先看看 低一低頭 發現另一種 什麼味 看自己的腳趾 這個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 同樣是OK的 有一個可以燙的玻璃 也可以採光 可以通風 這裡是我們放櫃的位置 這個休息的床 也不錯的 這個就是我們六十六方的三房 樓下一個房間 樓上兩個房間 我覺得這個六十六方 相對於來說 比阿金先生的衣服 就OK一點 第一 市正一點 第二 畢竟 如果我買來看了 或者什麼 我覺得這個投資回報率又高 住又不錯 又是純住宅 220萬 河澳地鐵站龍江中心區 買這個三房 很難得 又可以坐上會 首期兩成 首期就是 四十萬左右 你就可以正常的月工 七千多元的月工 就可以買到這個住宅 我覺得不錯 帶裝修一下 拿包入住的 這個就是我們兩個戶型的設計 它有一個交房標準 我們現在去拍攝交路標準給大家看看 來到這個位置 右手邊就是我們的交房標準 交路標準同樣 這個門都標配 我們的指紋密碼 五下一的 還有這裡是現樓 這些餐桌是有的 梳法和地點桌 和這些也配合 嗯 這裡有一個餐櫃 交 grille的時候 它就幫朝才拍攝不上去的 這個漂柱 Property 就是刚才我们的66那个 他交路的时候就帮你设计了他 设计了他 就这样 到这位置 嗨 过来 这个楼梯超大 大到不要说踢足球 打篮球都行 这个楼梯真的好大的 非常大的大楼梯 所以我觉得这个66方的220万 是很划算的 33平方我觉得太小 真的太小 都要一球 那不如买这只楼梯 这边他利用在身上 帮你做了一个交楼 会帮你做一个鞋柜柜柜柜 利用在空间下 那楼下这些都有的 洗手盆 绝对是够大的 那里面是我们洗澡房的位置 不过这个灯坏了 洗澡房有花灑 有我们的马桶 抽位线的 是的 都有的 那里是我们的锤房 锤房就是一个R形的 老板的两件套櫂 全部都有齐 OK的 这个刚才映影就是 出去我们这个大楼梯的地方 对 那里就是楼下的一间房间 这间房间就绝对够大的了 交标就搭理了榨榨 和这个楼梯 这里就出去我们的楼梯 所以这个不错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户型 不过朱子暂时买不起 哈哈 那上来呢 他放了一幅画 点缀一下 那这里呢 就是有什么呢 我们做到一个櫃 做到一个櫃的位置 开灯先 拍不拍到 有些黑猫猫 OK 那这里是我们的 睡觉的 和刚才那里 没什么区别的了 刚才介绍的示范单 也是一样的 都是上面两个房间 是不是 因为朱子不懂得按摩 这些智能家居 这些智能家居 怎么按摩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休息的房间 都去拍摄 我们去拍摄一下 这些櫃啊 门啊 主要是这些 对 这就是第三个房间 那我们总体来说 这个楼梯呢 是满意的 再重新一次 现在朱子 坐在这个位置 就是你所见即所得的 这一间220万楼梯 坐在这里 是不是很有别书的感觉 我觉得是可疑 这个层高OK 做到一个挑空的客厅 坐在这里看说法 像不像有钱人 像不像那些阔台 坐在这里看电视 再重新一次 这个总价220万 首期40万 月供7000多元 就可以买到 河澳地铁站的三房 纯住宅 是的 这个我觉得相当之 Win Win 这个户型 就介绍到这里了 对了 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实体 过来看这个66方的三房 正不正 这些服饰 如果喜欢这些小小的别墅的感觉 都可以找到这个位置 更加多的详情 去微笑或者Gigi 即是WeChat我 我们去地铁站 或者去到很爱一对一 这些服务都没问题 对了 食餐饭都可以的 这期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